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我是三妹 现在看到这一池菠菜是我们在十月上旬撒下的 现在经过了一个月可以采收了 这一池菠菜长得非常的好,又大又嫩又绿 那菠菜的话你就直接撒,撒菜种不用鱼苗的 这个菠菜的话比前面我分享的这个白菜啊 芥菜还有菜心的话,它稍微出苗的时间会长一点 那三种白菜,菠菜,芥菜一般撒下去的话三天可以出芽了 菠菜一般一个星期左右才出芽,因为它有一层壳 那现在它出芽了之后,你主要保证肥水充足的话 它也长得比较好的 你看菠菜的话,我喜欢种大颗一点,它才比较好吃 因为菠菜的话的水分还是比较多的 你要是幼幼苗就吃的话,它不是很好吃 我有感觉,所以我喜欢种大颗的 现在两三颗都有一叉了,有一大盆了 那下面跟朋友们分享这个菠菜是不啥种法 那我买的这种带有棱角这种菠菜种,有一种是没有棱角的 那这种稍微好吃一点 第一步的话,我们在平整好的土地就撒种 撒的酥一点,不要太密,让它有充分长的这个空间 那撒的种,第二步呢,就撒这个农家肥 用这个农家肥直接盖到这个菜种 这个是你保证它有一层积肥在这个种子 对种子的生长是比较有利的 那这层农家肥的话,需要腐蜀好才撒 直接撒在种子上面,不会烧种的 因为你腐蜀好这个农家肥 我每一次撒种,第二步都是盖这个种子 第三步就撒一层这个腐蜀的这个落叶土 我撒的是这个腐蜀的木薯皮 你没有腐蜀的木薯皮,你就撒其他的落叶土就好 一定是腐蜀好的 盖到这层粪还有这个种子 它有个好处,你淋肥水上去淋水都不会撞到种子 第四步最后步是淋肥水 我们菜园的话,楼顶菜园采用养龟种菜 所以我们淋的是养龟肥水 小菜种子的最后一步不是淋清水 我都习惯淋这个肥水的 淋肥水它有个好处 给这层腐蜀的木薯皮 还有那个农家肥呢都增加了一层肥力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的 它出苗就比较壮了 这样子淋肥水的话 最后那我们还用了防虫网 就插上这个纤维玻璃棒就拉防虫网 虽然说菠菜很少虫 但是防虫还是挺好的 你看一般两周之后它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平时就淋一些养龟肥水 它经过三十天后就可以采收了 这个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菠菜的啥种方法 和肥水管理方法 如果觉得三妹分享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